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疑是宝贵的成长经历 两位新星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看贝奇身高2米03 体型与力量对抗占据优势 他是澳大利亚队与任何对手抗衡的重要码码 身处对抗激烈的WNBA 看贝奇也是巨星般的存在 他曾在今年7月拿下创联盟历史记录的单场53分 踏上世界杯赛场后 看贝奇三场小组赛场均出场时间不到21分钟的情况 下贡献27.7分和8.3个篮板 对于任何球队来说 内线球员一对一完全限制住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与他队位的两位中国女篮年轻内线压力可想而知 首帕登场的李月汝进攻主动 19岁的他希望在开场后与坎贝奇的第一次对抗中找到气势 但他的上篮遭到澳大利亚人无情封盖 球场另一端 希望切断坎贝奇与传球队员兼联系的李月汝数次尝试绕前防守 但比他年长8岁的坎贝奇总能抓住时机完成摆脱 进攻得手或者造成李月汝犯规 李月汝认为 面对坎贝奇 自己在篮下身体对抗和经验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还不是一点半点 进攻真是打不过 李月汝坦诚 防守过程中很多时候我希望绕前 限制他的接球 当我做出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会很有经验的进行变化 造成我的犯规 这是需要我回去分析和总结的地方 替补李月汝出场的含蓄打球风格不同 体型偏手的他脚步更为灵活 却也让他在防守坎贝奇时更加吃力 最大的差距在身体素质和对抗上 我今天也对他坎贝奇采取了要前防守 当他接球时防他的特点右手进攻 当他突破时虽然补到了正位 但他可以继续靠着我上篮 对抗性非常好 即便是我贴着他 他的出手也非常稳定 含蓄说 李月汝认为 对抗坎贝奇时自己的内心不太平静 不希望与对手硬碰硬的他觉得有点走偏了 他的强项在篮下 我的强项也是篮下 我会希望和他避开 不想打篮下 但有点走偏了 因为我的特点不在外面 李月汝说 应该还是要利用自己的强项 不能因为害怕而避开强项 去做弱势的东西 尽管在与顶级中锋的对抗中处于下风 含蓄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 留有遗憾的同时 他也从中击取了前进动力 最后上场时 正导助理教练郑薇和我说了 再不上去锻炼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和这样一支世界强队比赛的机会非常珍贵 含蓄说 自己篮下没有坚决出手 对篮下对抗能力不太自信 这让他下场后有些后悔 差距太大 说起两名年轻内线与坎贝奇的差距 中国女篮主教练许立民直言 许立民回忆起十年前坎贝奇代表澳大利亚二队到中国打比赛的场景 那时候也像这样 很多球不成熟 这两年没有看到他 但现在他确实成熟很多 许立民认为 在年龄 对大赛的阅读能力和把握性等方面 两位年轻内线确实有差距 这个差距是正常和可接受的 这个差距是被动的去学习 还是主动的跟对方接触去学习 我认为他俩有时候做得不稳定 时好时坏 但这对他们的承受能力 将来在大赛赛场上统治内线会有很大帮助和好处 在中国女篮队长少婷看来 坎贝奇是世界优秀中锋 和他对抗的机会很难得 希望年轻的内线队友能通过与坎贝奇的对抗打出自信 不和然也有数岁流规挽造的摩卡 trusted strive的 相当地仙成虎卑针 need they give their own intelligence 如果到台形什么 neces问题 逾身帮edes 大线队友能力 degli好一点 不能待 COMMITしょう advise